这一条题目一开始就给了一条代数式给我们 然后就和我们讲讲这一条代数式可以给手一整除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呢 就要Proof第二条代数式 都可以给手一整除 那这可以怎样做呢? 现在我们手头上有两条代数式 如果我们可以好像砌积木那样 砌到tubtub就可以 把这两条代数式砌到和11有关系的话 那无疑这一个方向 就会为我们去解释这条问题 带来一个新的perspective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详细可以怎样做呢? 我试试把这一条代数式 那就给四个block 就是乘以4 那4乘以3x-7y-12z 那这个东西再加上 3乘以3x-2y-5z 那这个东西等于什么呢? 就等于33x-22y 然后再加3x-23z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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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一条式呢? 先看看右手边 那这一条式的右手边呢 我们看到是11x-21 那这个东西我暂时不需要管是什么的 那我知道这条式的右手边呢 就可以给11x-22z 就可以给11x-22z 那就是右手边 是这个东西可以给11x-22z 那然后我们看着左手边 那左手边就是这条很长的颗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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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颗 因为我们题目讲过 7x加2y-5z 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给手得整除的 那就是这一块东西是可以给手得整除的 那这个东西是OK的 那这个东西如果再乘以3的话 那整块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给手得整除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剩下这一块了 那可以给手得整除的一块东西 加上一块东西才会等于整块东西都会给手得整除呢 那结论呢就是 绿色正在间线的这块东西呢 都是可以给手得整除的 那这块东西应该是OK才可以的 那我们再看一看了 那11呢就可以整除这块东西 那方法是这样写的 11整除这块东西 那然后呢我们再讨论一下4乘以一块东西 那但是发觉呢 4和11呢就互质了 那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他们的最大功因素呢 这块东西呢 最大功因素你都可以写做HCF的 然后你又挖住11和4呢 那发觉这块东西呢就等于1 那简单点说就是说这一块东西互质了 那 那 说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说 如果11需要整除这块东西的话呢 那由于它和4没得约了 那也就是间接夹死了呢 HCF里面的这一块呢 3X-7Y加12个Z这块东西呢 那这块东西呢 那这块东西只可以被收得整除了 因为4不行 那这块东西就一定可以被收得整除的 那既然是这样呢 那我们就求证完毕了 那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呢 就是11可以整除这个3X-7Y加12个Z 证明完毕